大家好,我是Ti妹 大家好,我是Ti妹的婆婆 看一下我们有啥子关系 你说呢? 婆媳关系 对咯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婆媳关系吧 有很多朋友的项目我和婆婆相处关系 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小秘密 其实每个家庭都是从不认识到认识 在组成一个家庭的 都需要模糊去 我们也没透过这个现实的问题 其实我儿子五个多月大的时候 因为我儿子生病 我和婆婆吵了一次家 而且那次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我们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性格和脾气 也是因为那次吵架 反而让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其实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执行者 喜欢坦然面对 就不喜欢藏着夜走 有什么事 要当面对我说我犯了错 觉得我做的不对 当我骂我 我都能接受 只要是我真的做错了 我就会改正 其实刚开始大家都不了解 我和婆婆和大家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不知道从何开口 但是当你把所有的话都说清楚以后 那完全就不一样了 我们也是从母后起母后下来的 人都是相互的 你对我好我就会对你好 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 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是一种缘分 所以有什么事就大胆说出来 不要让无悔越险越深呀 至亲母女都会有政治 何况是婆媳的 但是一旦争完罪的话就把她忘记 因为一家人怎么可能记头呢 有时上下罪一不小心都会咬打 所以人呀都要相互包容 去理解 做下一辈的人要学会去欠让 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和我婆婆就是 她是我妈 我是她女 其实这个也看每个人怎么想 但是一定要记住 交和万事心 这就是我们能相处到这么好的原因 今天我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也有用 祝天下的所有家庭 交和万事心 虽然是一个短短的视频哈 但是的话 我觉得大家都比较需要吧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